今天带你来看整个KL市中心最值得投资的项目 那后面呢就是TRX View 只要你上到最顶楼的SKY Facilities呢 就可以看完所有的KLCC 还有PNV 118 View 那这整个项目呢 它有各种不同的Size 然后最主要为什么很多人买来投资啊 资助啊 是因为你只需要一走下来 就有一个连接着的Kudu LRD Station 那如果你还是不懂它在哪里呢 这样我相信你有听过一个叫做Sak Yun的一个餐厅 在马来西亚大概有好几十年历史的 那Sak Yun呢就是在这里 OK 那接下来呢带你一起去看它的showroom 走 现在的Gallery呢其实都很modern的 所以你看啊脚底下这个可以玩 然后你可以看到你上到那个SKY Facilities的时候呢 你的Beauty就是Exactly这样子 然后呢这一个项目呢 它不只会送你这样子的Digital Lock Set 它就连所有的那个我们说跑步机啊 那种做运动的Gym Equipment呢 都是跑这种电子的 整个单位呢它们是跑Sensor 就连Lift呢你是靠Sensor就可以 你不需要去按的 那现在呢为了符合房地呢 它就准备了这一种AirTouch的 你看我根本其实不需要动到 它就会Sensor了 然后在上下这一边都很方便 那接下来呢带你看的这一个是695sqft的showroom 两房两个洗手间 那其实进门来讲的话呢 Kitchen Cabinet这一些有包裹啦 这样子的单位呢其实你只需要用2000块就可以拥有哦 所以你是用2000块买在KL City Center ok 之后它的客厅呢我觉得不错就是蛮酷的 然后最主要呢你可以看它的整个窗户 整个窗户呢 诶 almost full glass 好那接下来呢带你过来看一看 我们先看洗手间 好那洗手间来讲的话呢 你看到的这一些我们简单是suit的马桶啊 这个洗手盆啊 然后我们的热水器啊都有包裹 它的热水器很可爱的小小个 黑色的 ok 来带你去看一看它的主人房 那主人房很自然你可以放下一个 呃 queen size bed 那如果你是说今天你想要拿来做ABMB呢 那其实你可以放一个 queen size bed 然后another thing就是说呢 呃 maybe如果ABMB来讲的话呢 就只是一个open wardrobe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它是fullly就是我们讲的那一个呃 full size window 然后外面呢你只需要看出去呢 其实就是trx了的 所以如果不管你是想要怎样子做投资 想要出租给上班族呢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 因为我们下去是budo station嘛 那只需要一个station呢 你其实就可以去到trx了的 二房你看 如果是ABMB来讲的话 还是你要出租给呃有family 有小朋友的那个呃 家人来讲的话呢 这一个肯定就可以当他们的小朋友的房间 然后你可以不知一番这样子 它的窗呢 相对来讲就没有刚才那一个这样大 好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呢 就是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interior design 可以好好利用这一间的空间啦 ok 所以这一个单位呢 是呃 我们说是695sqft咯 那for这整个project呢 当然它有更大的size的 大概1000sqft的有 然后有800多sqft的都有 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 记得在下面点击我们的link 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那谢谢你观看这一集 我们下一集见 我是Melissa 记得关注我 带你一起吃房看房买房 拜拜